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建立了大明王朝 在朱元璋打天下的过程中 遇到最强悍的对手就是陈有亮 陈有亮集团在最强盛时 领地覆盖湖南 湖北 江西三省 外加福建的廷州和安徽的安庆 而同时期朱元璋的地盘 仅仅只有半个苏南 半个瓦南和半个浙江 无论地域还是人口 陈有亮的实力都是朱元璋的好几倍 但是陈有亮却一败于南京龙湾 二败于江西沱阳湖 两场大型战役之后 就被朱元璋完全吞并 今日沱阳湖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陈有亮一把好牌打敌稀烂呢 陈与朱的创业是陈有亮 与朱元璋在同一年参加革命 1351年 24岁的朱元璋投奔郭子兴 32岁的陈有亮 投奔齐春的徐寿辉 在徐寿辉部将尼文郡麒下担任主部 此后两人走上了不一样的创业之路 朱元璋成为郭子兴麾下独当一面的将领 用四年时间打下了除州 吴湖附近的地盘 又老死了老领导郭子兴和其他元老 继承了郭氏集团的遗产 再用四年时间打下南京 以及半个苏南 板南和浙江西部的地盘 成长为一个军阀 陈有亮在投奔徐寿辉集团的最初的七年里 并没有崭露头角 直到第七年 他的直属上司尼文郡 与最大领导徐寿辉产生矛盾 陈有亮才迎来机会 陈有亮塑向尼文郡 是徐寿辉麾下实力最强的将领 在徐寿集团与援军缠斗的七年里 尼文郡成长为徐寿集团的二把手 地位仅次于徐寿辉 实力助长了尼文郡的权力欲望 他试图取代徐寿辉 但火并行动失败 不得不从都城汉阳拜退回黄州 退回黄州的尼文郡 本希望东山再起 却被自己的部下陈有亮火兵 陈有亮杀死尼文郡 后得到了徐寿辉的信任 继承了尼文郡的遗产 直接晋升为二把手 陈有亮上位之后 率军大举东征 占领了整个江西 福建的厅州和安安徽的安庆 池州 陈有亮的威望 也因此达到顶峰 长玉春石州在陈有亮东征之前 就已经是徐氏集团的地盘了 但在徐寿辉与尼文郡搞内战的关口 诸氏集团大将长玉春 趁机率军夺取了池州 陈有亮的这次东征 从诸氏集团手里收复池州 陈和诸的争霸战争 就从这里拉开序幕了 陈有亮的二次东征 与龙湾之战陈有亮第一次东征公高盖主 这让他重蹈 尼文郡的权力之路 与徐寿辉展开内斗 徐寿辉嫡系实力弱小 只能靠拉拢其他山头来制衡陈有亮 比如镇守安庆的赵普胜 面对威胁 陈有亮马力全开投入到权力争夺上 1359年 陈有亮前往安庆摆下鸿门宴 高死赵普胜 第二年 陈有亮又挟时徐寿辉 自立为汉王 并率军 开始第二次东征 目标直指朱元璋 朱元璋陈有亮的水陆大军绕过池州 杀赵普圣贤 长玉春再一次趁机夺走池州 直奔太平 采时机现在的吴湖当土屑 马鞍山 朱元璋的侄子朱文逊 也死在这场战役当中 攻下采时机之后 陈有亮是杀了徐守辉 自立为帝 国号为汉 把徐氏集团改成了陈氏集团 采时机距离南京只有四十多公里 不要一天时间就可以抵达 陈有亮没有耽搁时间 在采时机简单举行登基仪式之后 就把大军开到了南京城北 秦淮合入江口的龙湾 一路顺风顺水的陈有亮 在龙湾却遭到恶运 恰逢江水退潮 百艘巨匠搁浅 陈军大败 陈有亮仅率领新军逃回九江 以往人们认为 龙湾之战后 陈有亮只是经历一场战役的失败 返回江西和梁湖 就可以卷土重来 而朱元璋也只是一战保住了南京 之后还要面对强大的陈有亮 胜负尚不可知 但其实陈有亮往西败退的同时 徐达率运一路追击 不仅仅夺取了安庆 还占领江西全境 并追击到汉阳 把陈有亮围困在汉阳城内 徐达非写实化作这场战争 不仅是陈有亮失败的第二次东征 也是朱元璋集团成功的第一次西征 这次西征中 原兆普圣部将副有德投降了朱元璋 成为明朝著名的开国名将之一 南昌将领胡秦瑞也投降了朱元璋 如果不是胜利成果扩大得太快 以至于南昌将军将尔复叛 徐达不得已从汉阳撤军前往南昌平叛的话 恐怕陈有亮在汉阳城内就已经没有翻盘的可能了 陈有亮的第三次东征与覆灭徐达从汉阳撤尾之后 陈有亮得到了喘息之机 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陈有亮就重建了几百艘战船 五十万士兵组成的水石新军 单从数量上看 陈有亮的新军非常强大 这样强大的新军开启了第三次东征 收复九江后 大军直接开进泊阳湖围困南昌 然而陈家军围攻南昌长达八十五天 也没能攻下 同时 朱元璋新率大军前来救援 稳扎稳打道 把泊阳湖与汉阳之间的水路要塞全部占领 陈有亮不得已撤离南昌 双方的水军在泊阳湖上遭遇 著名的泊阳湖大战爆发 最终的结果是 陈有亮铁锁连州的水石 彻底败于朱元璋的火攻 三国演义里 有关赤壁之战的描写 其真实来源 就是原末明初的这场大战 水战失败的陈有亮收拥小谷部队继续突围 从湖口进入长江后 在作战中被刘使射穿头颅 其部下将领张定边护送陈的遗体突围回到汉阳 第二年 朱家军再次包围汉阳 陈有亮让儿子陈里出城投降 两大军阀的争霸战争至此告终 陈有亮为何失败 战斗力急剧下滑 很多人疑问 陈有亮第三次东征出动五十万大军 为何围攻南昌三月不下 为何对战数量远远少于自己的朱家军 却遭遇惨败 颇阳 湖西战场面 其实这五十万大军只是貌似强大而已 陈有亮二次东征出动的是自己的嫡系精锐 也就是跟随尼文郡打天下 又跟随自己攻占江西和晚西南的老兵队伍 而这支队伍在龙湾之战几乎损失殆尽 逃回汉阳后 重建的五十万大军 都是从两湖地区蒸发的民夫 所谓征田夫世子 三丁抽一为军 大多数都是没有参加过战争的新兵 战斗力当然急剧下降 一年赶制出来的几百艘战船 虽然船型高大 但质量无法保证 而朱家军的战船虽然船型偏小 但要坚固得多 原本坚固大船可以直接采用的撞击战法 在陈家军新军这里也没法使用了 新军不惜战法 战船质量不行 这是陈有亮采用铁锁连舟这一下策的原因 也使陈有亮新军为南昌而攻不下 接战浦阳湖而惨败的最直接原因 楼船护送陈有亮的小谷部队 是陈今有的精锐 这也是大部队惨败 小谷精锐 却能成功突围的原因 山头林立 组织能力低下一场战役的成败 可以归结为战术 军队战斗力等原因 但战争的成败 往往取决于后勤体系 以及决定后勤体系的政权组织能力 从徐寿辉起义到陈有亮覆灭 徐陈是政权在长达十三年时间内 并没有建立起财税和练兵体系 以至一场大败之后 再无后备军队 后勤物资也需要从两湖地区的附加大户那里抢征 舒元璋集团从占领南京起 就实行广积粮之策 让各地军队屯田产粮 并建立为所制雏形 物资供应和练兵体系 在争霸战争之前 就已经形成了 舒元璋集团脱胎于郭子兴集团 这个集团在最初规模很小 在好州城内 就有另外三支部属于他们的势力 但小集团也有好处 没有山头 凝聚力更强 在创业一时 朱元璋一度成为郭氏集团内部的山头 但随着郭氏元老凋零 朱元璋成为首领后 整个集团又凝聚如初 扩大地盘的过程中 不断有新势力加入 朱元璋运用全数 很好的 把新势力消化掉 没有让他们成为山头 比如 长玉春 潮湖水师 廖师兄弟 投降而来的傅友德 胡廷贵 徐寿辉集团由南方系白连教行程 在起义前已行程多个山头 徐寿辉充当的 不过是共主的角色 多个山头必然导致实力分散 使得陈有亮二次东征 只能调动自己的嫡系部队 其他山头出攻不出力 再加上权力争斗带来的内耗 朱如财税 练兵之类的政策 也无法施行 明军徐士集团的内斗 甚至直接导致集团的分崩离析 陈有亮明目张胆的誓杀共主 引发了其他山头的不满 二次东征大败之后 赵普胜遗留的势力 由傅友德率领 投降了朱元璋 江西的胡廷瑞 也投降朱元璋 没有就远备围困在汉阳的陈有亮 四川的明豫真 更是封锁三峡 在四川自立为王 貌似弱小的朱元璋 背后的政权是一个极权高 笑 更具有战争潜力的政权 看似强大的陈有亮 背后的政权 是一个山头林立 凝聚力低下的二流政权 其兵力争调 财税和后勤体系 都没有建立起来 陈有亮的失败 也就无可避免了 入群 投稿 专载与商务合作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说